20號下午 桃園市長鄭文燦來到 衛處關心藻礁上游的新烏溪出海口 是查水質即時監測站 關心監測情況 那這是一個智慧型的即時的監測站 可以連接到我們的環保的天螺帝王 還有一化2.0的派遣系統 那一旦河川水質有疫狀 可以立刻擊查 水質監測站 採用自動化採水檢測設備來進行監控 其中也拉了一條垃圾藍屋所 希望降低塑膠垃圾 對下游藻礁生態的危害 時監測站的最主要的目的 它可以同時監測11種水質跟水量 如果系統發現水質有異常的時候 它會立即通報我們警察人員 去上游追查警察污染的來源 所以說這個系統對我們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有緊急警示的功能 以及及其處理的功能 這個部分的話都可以對我們保護的藻礁 形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利器 未來三年內 海管處與中央氣象局 中央大學合作的監控海向雷達系統 以及總共11座的水質監測站 將陸續建設完成 並強化油污應變能力 恢復期盼藉由完善智慧監控 守護珍貴的藻礁生態 記者劉宇婷 桃園報導 美衣市政府 在朝日的規模 就為大家要溫暖 這一個消息 目前為止 我回答 事件 我回答 谢谢大家